一只骆驼,辛辛苦苦穿过了沙漠,一只苍蝇爬在骆驼杯上,一点力气也不用,也过来了。 苍蝇鸡笑说,骆驼,谢谢你辛苦把我驼过来,再见,骆驼看了一眼苍蝇说,你在我身上的时候,我根本就不知道,你走了,你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,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重量,你别把自己看太重,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。 在匆匆人生行程中,你只不过是一个过客,在人类历史长河中,甚至还比不上一粒沙石的分量,不把自己看得太重,是一种修养,一种风度,一种高尚的境界,一种达官的处事姿态,是心态上的一种成熟,是心智上的一种淡薄。 用这种心态做人,可以使自己健康,更大度,用这种心态做事,可以使生活更轻松,更踏实,用这种心态处事,可以让身边的人更喜欢与你相处。 佛约,千将有水千将月,万里无云万里天,放下自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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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